馬會 馬會在過去幾十年的進步是非常明顯的 由當初一個相對比較業餘的賽馬組織 到現在是世界一級的一個專業性 以及對整個賽事的專注、監管等等 都做到世界一流的水平 因為其實正正也是香港進步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縮影 2000年的時候 我是擔任文藉事務局局長 當年我們曾經申辦過亞運 那次是第一次申辦就不成功 但是在那次的經歷之後 我就對於香港申辦這個國際賽事 第一有了一個基本的形式 第二我也覺得香港其實是完全有能力去做到這一回事 我就是聯同特區政府的團隊 再聯同香港賽馬會的團隊 我們這三方面一起合作去辦好這個08年奧運馬術賽 當然08年 因為北京奧運除了是國家的一項大事 因為國家第一次舉辦 也是世界體壇上一次的盛事 我們最大的挑戰 第一就是時間非常短促 因為由北京奧組委批准香港特區去舉辦馬術賽事 到我們實際要舉辦 期間大概只有兩年半左右的時間 第二個挑戰就是香港 真的從來未舉辦過這麼大型奧運級數的國際性體育賽事 這方面的壓力都很大 第三個挑戰當然就是 香港夏天的天氣是很難預測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有颱風等等 無可預知的天氣 這三方面的挑戰 我們事後都證明我們能夠成功克服了 第二項馬會很主要的貢獻 就是提供了一支一流的獸醫團隊 無論在檢疫、在藥檢 以至到照顧馬匹包括了殘奧 差不多兩百多接近三百匹馬匹 整個過程裏面都需要一支一流的獸醫團隊 08年奧運會 我們成功舉辦一個馬術賽事 是一個分岐嶺 香港賽馬會都是為廣州亞運裡面的馬術賽事 提供了很大的技術 以及人力方面的協助 那次都是一個很成功的另一次體驗 亦都印證了香港賽馬會 它有一個這樣的願景 有一個這樣的軟件 是協助國家 將這個馬術運動向全國推廣 馬會其實都長期擔當了一個核心的角色 可以這樣說 首先有很好的場地 第二當然馬會也是長期提供一個核心的資源 亦都了解馬會除了對馬術運動之外 對其他的體育運動 都有多方多面的支持 香港賽馬會在未來 還是有很重要的角色要擔當